暴雷登台八第一恶女 天道最美高中生华千涵不忍了 我化巫婆 三律三十周年八点党天道热播中 近来剧情加入高中生校园剧 其中成千文 华千涵在剧中饰演高中生 两人接受三律新闻网专访 对于这次逆零一十八年 演出一十八岁高中生的感受 华千涵说 高中本来就想打扮很成熟 就想要偷化妆 我以前有用蓝色睫毛膏 还配搭耳环 我头发太黑还去染头发 而学生时期的华千涵异性缘不错 情书也是一封接一封的收 这次在天道演出反派 虽然网友评价两极 但华千涵不去看 把自己当坏巫婆就是要把角色演好 华千涵这次在天道演出反派 学生时期就使坏耍心机 必要时装可怜 甚至还诬陷校长对他性骚扰 华千涵说 每一次看到剧本 我都没有时间想到自己 都要赶快上去演 就是说服自己 华千涵坦言 这次真的是很坏的坏 剧本真的有出乎我意料 但是知道你要演坏人 自己就有做心理准备 被骂的准备 我就是各司其职把角色做好 在演出前不会去看那些影响我的留言 陈千涵在旁也补充 踏实坏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 我真的气到 哇 怎么可以这么坏 很厉害 陈千涵进一步说 戏外我们在聊天 他说一句 死掉好可怜哦 我差点以为他是这样 如果是角色真的好假哦 华千涵在旁急着说 我是真的惊讶 他真的死掉 大家以为我在演戏 但我现在是华千涵 大家都以为我戏外都是这样坏 专访过程中也玩起小小的快问快答 问华千涵想要 朋友般的恋人还是恋人般的朋友 华千涵直呼 恋人般的朋友 希望一起很疼爱我 宠爱我 又可以跟我无话不谈一起进步的朋友 另一半是一秒回讯息的男友 还是三天回一次讯息的男友 华千涵笑说 一秒很烦 但是很极端 我选一秒回讯息 至于哪一个动作会让自己一秒心动 华千涵及到冬季涵 背后到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能忍 James